国庆的院子里面 前几天是家土四壁 为的就是在生日这一天 来一个大动作惊艳所有人 结果不定了这么久 生日礼物就是这个大型的猫咪跑步机吗 最上面有胡萝卜和笋子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国庆还不太会玩这个 所以上面的食物一直吃不到 可把国庆都挤坏了 这个大型的跑步机 只是国庆生日礼物的一部分 肯定还有更多丰富的生日宴的 帅帅和康库那边都是工业革命 什么大型的旋转蒸汽火车 还有大型的旋转咖啡机之类的 怎么到了咱们国庆这边 就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哈哈劲呀 跑步机之类的呀 国庆为了吃上面的食物 真的非常认真地在研究 这个到底怎么玩了 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的 看把国庆给忙的 大熊猫是真的很有毅力 它们做事情很执着 女战女败 女败女战 最后终于是 功夫不负有心雄 虽然不是跑步把它跑下来的 但是国庆是直接站起来 把它取下来了 其实看国庆的体型也不胖嘛 也不太需要这个跑步机 要不然送给杭州的香果吧 香果妹妹是真的可以 需要跑一跑了